明湘小姐 只有这些吗 记载异图的书本来就少 京城能卖的衣经毒经 已经都在这里了 这些毒经和衣经 记录的都是些寻常的毒草 还不及秦王府收集的一半多 秦王府现在可有消息传出 秦王他最近每日早出万归 听说秦王去天坑市中的剧毒 至今仍未恢复 似乎也并不在秦王府中 准备一下 我要回秦王府 是 是 师兄 师兄 我哥出去了 你找他干吗 那个 我是来劝一下师兄 但是我觉得 一个人有些势单力薄 劝什么 让他把芸汐接回来啊 这事不能关芸汐 还是先缓缓吧 我劝你也别多嘴 我哥虽然面上不鲜 心中肯定是矛盾万分 再加上身负重担 若是个寻常人 那早就被压垮了 你还是懂事点 就别再添麻烦了 那是独宗女儿这件事 又不是芸汐的错 师兄怎么能把账 都算在芸汐身上呢 那等我哥回来 你自己去劝吧 我可不想再淌这趟浑水了 再说 我哥最近情绪那么大 我一点做得不对 他就罚我 就让我写字 你自己去吧 我说你这个人 你怎么这么不讲义气啊 你说谁不讲义气啊 你给我等等 你给我站住你 说谁呢 刚才 你给我站住你 好久不见 你是来给我送新的 你给我送新的 陛下 独宗对你犯的过错 我知道是万万不可原谅的 可是我娘也因此送了性命 我本不该 厚着脸皮来求你 我只是希望 你能看在我娘的份上 饶过她 可好 韩芸汐 她是你父亲 我不是不过 我身伤了 你这么一样 说我的天啊 谁知道 你们那种女人 我是你 我以为我 他也忘了 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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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这样枉死 非夜哥哥 你当真要留下韩芸汐 她现在和我们 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她和什么样的人来往 她在干些什么 你都知道吗 我和芸汐之间的事情 不用你操心 现在最重要的 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别再咬美人血了 但对茗香而言 最重要的 永远都是非夜哥哥你 我会继续为你咬美人血的 我会继续为你佩制剑药 我会另外再找人 为你佩制剑药 我会继续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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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云 找我有什么事吗 七少 毒宗已经在妖鬼谷多日 北列那边还不知道 七少为何不早日通知太子 好赶紧了结此事 他还有用呢 有什么用 我看七少是不想得罪 自己心爱的人 你胡说什么呢 你说话的时候 能不能动动你的脑子 如果我成功地 取得了毒宗的信任 跟他一起成功修炼 毒蛊之术好 跟北列的交涉 这不是 取得了更大的胜算吗 好吧 但此事不能再拖延了 你们是不是一夜没睡啊 你们先吃完早餐 然后再弄好不好 毒丫头 来 这些东西是跑不掉的 是啊 汐儿 身体要紧 没时间 我要救殿下的 你们先吃 你既然要这样 那我要用我的全力了啊 七少 你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你可别忘了 你还欠我很多条件的 你一个都没有实现 那我现在要再用掉一条 放下你手上的东西 乖乖过去给我吃饭 七少 你就这么浪费条件的 这怎么成浪费条件了 如果你真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愿意再浪费一条 你现在放下这些东西 过去给我好好的睡觉 休息好了 吃好了 说不定你研究东西 速度能更快一点 汐儿 这里有我看着 你吃过了 赶紧去休息一下 对嘛 有顾碍 约定就是约定 好吗 来 没做完的这几个实验 我都帮你试一下 听到了没有 走了 咱们先吃饭吧 好 先吃饭吧 如果信上消息属实 那我们此行的计划 就有危险了 属下以为 这信上的内容 是有八九是属实的 西丘一战 他们的皇帝 死在了我们的手上 西丘兵败 也正是因为此战之后 便再无战力可抗衡了 楚清歌来天宁的目的 我早就已经猜到 想必 芸汐是得到消息之后 才过来找我的 我不希望她卷进这件事情 哥 有人暗中派人送了密函过来 阁下是 我是副教楚西风 今日想约殿下见面 所为何事 大人 这个便是楚清歌 与北历太子军医症 来往的书信 大人请看 这么重要的消息 你为什么想告诉秦王殿下 我家二殿下被太子所害 幕后的主谋就是楚清歌 我家萧妃想与秦王殿下 一同联手 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可是据我了解 萧贵妃与秦王殿下 并无交集 何况此事涉及后宫之证 按理来说 秦王府更是不便参与其中 不过这个消息事关重大 我会把它转告给秦王殿下的 你等我消息 如此的话 被有劳大人了 不必客气 好了 好 告辞 娘娘 娘娘 BTS toxicity 秦王谨慎 不愿合作 还请娘娘 另寻他往 不相信 你讀过解了 真的 嗯 你讀过解了 啊 啊 你真的不想贴 你这么说 不想走 你不想走 他在家里 你不想出席 你有一点 你快去 那地下 是 總好像 去了養東西 小傢伙 你別走啊 你 小傢伙 別走啊 誰啊 来 这么重的伤 竟然还能活到现在 你要不要试一下 你看 你就应该这么笑啊 你这样开心 你爹才不会担心你 他不是我爹 血缘关系嘛 是扯不断的 不管他以前做了什么 但他始终是你的爹呀 我能看得出来 他挺在意你的 难道你没有感觉到 他这几天对你的关怀 七少 我不谈这个了 杜丫头 有些事情你不要逃避 你爹想让你开心 想要得到你的认可 我能感觉到 他眼睛里都是满满的爱 而不是憎恨 和不屑 好像我多说了些什么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挺羡慕你的 你有这样的爹 每天都关心你 我都不认识你 杜丫头啊 我劝你一句 一定要好好地珍惜眼前 否则有一天你要是失去了 你真的会后悔的 谢谢你的开导 这些道理呢 我都懂 只是每次想到他害了那么多人 我就特别地心痛 不过谢谢你肯收留他 不过谢谢你肯收留他 咱俩那么好的朋友 还用说这些吗 韩芸汐 要是你知道 我要将你爹交给北厉 你还会觉得 我们是朋友吗 不过夏天 我就想到你 那么多人 아니면 你自己找到哪儿 来 你的 想到你 你 我 也好 你 我 丝 别等了 赶紧吃 吃吧 真的很好吃 真的 你娘也是最爱吃鱼 我什么都做不好 独独鱼 却能做出几十种花样来 汐儿啊 你若爱吃 爹每天画一个花样给你做 锅里还有些鲜鱼汤 我这就尝给你喝 你这个字迹 跟师兄越来越像了 你这个字迹 跟师兄越来越像了 你这个字迹 跟师兄越来越像了 你这就冒毒了 芸汐有事外出了 师兄为了掩人耳目 才下令这么说的 有事外出 毒宗 韩芸汐的亲生父亲 用秦熙皇室制造毒蛊人 害得非夜哥哥家破人亡 更让他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她和芸汐现在有何脸面 在出现在秦王府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到了你和唐猎的谈话 是 芸汐现在是没有资格 祈求师兄的谅解 但是她和我们一样 也想早点治好师兄啊 那 你看她现在也有努力地 在药鬼谷 研制解药 我相信 假以时日 她一定会成功的 那有多久 一年 五年 还是十年 万一非夜哥哥等不及了怎么办 更何况成不成功还是未知数 若是不成功 她又做何打算 现在只用我的美人邪 可以救非夜哥哥 这么多年来 我服下各种毒药 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我以为我的真心 可以打动非夜哥哥 可是我错了 可是我错了 她善待我 照顾我 仅仅是因为她心存愧疚 不是 师兄她真的担心你 可是她只相信韩芸汐 她何时相信过我 我用我的生命做赌注 只为了换取非夜哥哥的真情 韩芸汐做了什么 她凭什么取代了我在 非夜哥哥身边的位置 茗香 话不能这么说 这师兄 也不是你们争夺的玩物 再说了 感情不能拿来交换的呀 而且 芸汐从来没有想过 要取代你的位置 没有吗 自从韩芸汐出现以后 我输了 我输得一败涂地 我恨 我恨毒宗 她为什么要这样折磨 非夜哥哥 我更恨她韩芸汐 她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却轻而易举地 得到了非夜哥哥的真心 而我 却成了他们良心的噩梦 成了他们急于摆脱的累赘 你要我如何接受 现在韩芸汐她出现 只会让非夜哥哥 让她更加地矛盾 让非夜哥哥 对她死去的亲人 更加地愧疚 宁静 为了非夜哥哥 你去告诉韩芸汐 让她不要再出现了好不好 你放心 芸汐压根就没想回来 你先收到无法 去哪儿 这两天 是 你的首相 要死去哪儿 你不要再不想 去哪儿 去哪儿 上一次你看到这么漂亮的月亮 是什么时候 我都忘了 也许心静使然 我的母亲去世以后 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么漂亮的月亮 你知道吗 只有团圆的时候 月亮才会这么地圆 也许你今天跟你爹团圆了 这月亮才会这么地漂亮 七少 我都没有听你讲过你的家人啊 家人 我小的时候啊 生活在一个很大的宅子里 但我的母亲 却住在最边上 最破的小屋子里 孩子 这个鸢尾花好看吗 娘都送给你 好漂亮呀 娘 娘 你怎么了 娘 娘 你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我这就去请太医 孩子 不要去 娘没事的 孩子 你赶紧离开这儿 娘的身份 只会连累你 不 娘你等着我 我这就去请太医 过来 过来 来来来 你怎么敢给他要的 你不要命了 这孩子太可怜了 可怜 这皇家之事你都敢管 弄砸了 可怜的是你自己呀 他娘怎么说 也是陛下的妃子啊 呸 什么妃子 不就是个卑贱的宫女吗 这次皇后是要 女将的宫女 rolling 要它 pasado 可怜的是 所以你们还能比 故意 这儿不属于你 都是孩儿不好 什么都做不了 孩子 你是上天对娘 最大的恩赐 将来也有 为了保佑 为了保佑 建造大洋 我你必须 你这么多 你 这样 娘 娘 娘 你不能死 娘 娘 你不能死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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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是谁允许这孽畜在这儿瞎晃的 找我什么事呢 父皇 我娘院子里的鸢尾花开了 她临死之前 想让你去看看 不知所欲 剑壁的孩子 果然是剑壁 来人 让他去 撕毁宫好好撕过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反了出来 陛下 我们走吧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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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 因为我的母亲是下人 所以他去世的时候 连安葬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一定 要努力征回她所想要的一切 地位 名生 还有尊业 你在药鬼谷里 有没有看到过 鸢尾花 它是我母亲 生前最喜欢的花 这么巧 我也很喜欢鸢尾花 我觉得 你娘应该不喜欢 那个大宅子 你知道鸢尾花的花语 是什么吗 自由和希望 他不喜欢那个家 他想离开 所以他给你爹 种下了鸢尾花 应该是想让你爹 放他自由地去生活 原来我的母亲 根本不喜欢那个大宅子 那些光芒的一切 都不是他所追求的 对 自由 那我为他做的一切 和我的努力都是徒劳 终于解开了 真的谢谢你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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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陛下最近每晚都会去清妃呢 等会儿就会有送晚膳的宫女 经过此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捂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你这个贱人敢掀开我 我掉你了 快走 救命啊 来人啊 救命 来人啊 在 给我拿下 滚开 你这个毒妇竟敢在这儿撒野 是他这个贱人害死我的儿子 我要这个贱人偿命 我要他偿命啊 你有什么证据 天洁就是他害死的 我一定要让他偿命啊 我拉下去 放开我 我实话告诉你 皇后受我杀的 都怪我太大意了 没有像毒死皇后那样弄死你 来人哪 死白灵 现在执行 放手 楚清歌 这种草药对抑制毒蛊好像很有效果 我们不妨试试 殿下 冥香小姐 殿下 属下有要事要禀报 你先回去吧 你要看的书 我一会儿派人给你送过去 非夜哥哥 你我既是兄妹 还有什么事情 是不能让妹妹我知道的 我虽能力弱小 但也甘愿为哥哥竭尽全力 说吧 好 殿下 小贵妃刺杀清妃 这几天哪 真是辛苦你了 你看看 你这脸上 还是没有半点血色 怎么不再招阳公好好痒痒呢 有劳皇祖母挂念了 孙儿已经没事了 想想 许久没有来看望皇祖母 所以孙儿这次过来 特意来看望皇祖母 你这孩子和长冰一样 自从你母后走后 你们两个有个小病小灾的 都往哀家这儿跑 从来不去找你父皇 也怪他自己 皇祖母 recruiter 来 放心 天青刚走 你父皇这心里呀 还没缓过劲来 田墨啊 你是东宫太子 你要记得 父子之间没有隔夜筹 只要你循规蹈取 不要踏错一步 你父亲的大统 将来就是由你继承 多谢皇祖母 孙儿谨记皇祖母教诲 你先去休息吧 这儿我来 不打紧 我还能坚持坐一会儿 你也跟这儿熬了这么久了 身体重要 你先去休息 季儿 你也去休息吧 我不累 七少 好 带给我拿点绝冰紫 好 季儿头 你怎么了 是不是很不舒服啊 怎么这么烫 走 别 万一这次就成了呢 等等 起来